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建功立业 那这个我们当然想学了 其他的大儒往往都是思想家 只有王阳明做到了 把学问和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一般讲王阳明 他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 从小聪慧 是个学霸 而且知向远大 少年时期就立志要做圣人 这个小孩还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爱好 虽然说有点叛逆 但是没有耽误学习 最终以全国前世的成绩 考中进士 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员 虽然不久之后 得罪了全市滔天的大太监刘锦 人生急转之下 被流放到了偏远的贵州农场 甚至差点丢了性命 但是呢 王阳明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高手 跌落悬崖 却意外习得了爵士武功 面对这样一个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 某一天夜里 王阳明对月静思 突然大彻大悟 号称龙场悟导 从此 王阳明的人生再次高歌猛进 带兵平乱 驾官进爵 官职一直封到了兵部尚书 还封了伯爵 不仅如此 还酝酿出了一门伟大的学问 心血 后时包括张居正 曾国藩 梁启超 蔡元培 孙中山 东乡平八郎 道圣和福等 都把自己当作王阳明的信徒 你看 世俗意义的成功有了 建功立业风爵位 高于世俗意义的成功 王阳明也有了 开宗立派流传至今 这不就是成功的母版吗 这谁不羡慕 谁不想成为他呢 但是 如果你细看王阳明的人生 你会发现 他的一生不仅不是成功学的母版 他还在时时刻刻都在和失败打交道 所以 如果说王阳明真的交给我们什么 与其说他交给我们的叫成功学 不如说叫失败学 本期 我们就来聊聊 王阳明 王阳明与失败打交道的一生 我们从哪里讲起呢 我们先从王阳明的家庭生活讲起 你会发现 他的家庭生活就是从失败开始的 17岁的时候 王阳明结婚了 那个年代都是父母之命 王阳明的父亲看他有点浮躁 就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 希望他结了婚之后 人就可以稳定一些 收敛一点性子 但就在成婚当日 王阳明就让家人担心了一把 这一天 大喜之日 王阳明竟然失踪了 王阳明不是讨婚 他不过是对这桩婚事不太上心 就在婚礼当天 他还在街上信不咸有 他在街上路过一出道观 与里面的老道士聊了起来 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 想来这位道士 应该是个非常健谈的人 就跟眼前的17岁少年 讲述自己养生的学问和心得 咱们也不知道 一个17岁的小孩 怎么就对养生这事这么感兴趣 反正王阳明是听得入迷 整整听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晨 才想起自己的婚姻大事来 王阳明就这么错过了新婚之夜 有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新郎 女方这家会有怎样的愤慨 王阳明的新婚妻子 会不会从此心存芥蒂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多年后 王阳明的岳父故去 他给岳父写了一篇记文 我们能看出来 老岳父对这个女婿 始终是关爱有加 后来女婿无论是科举失利 还是人生职场上 遭到其他坎坷 她总是语重心长 千叮咛万嘱咐 以明解相勉励 希望她能做一个 充满着政治精神的好人 这让王阳明感动至深 不过 王阳明对家庭的不靠谱 似乎仅仅是对形势不关心 但是对人 他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王阳明的这位妻子 和王阳明相伴了三十多年 但是始终没有生育 没有给王阳明留下儿子和女儿 当然放到今天 这个不应该是感情不合的理由 可是你要知道 那是五百年前的封建时代 但是王阳明却一直对夫人很好 甚至我们在明朝人写的书中 还能看到这样的记载 有人就写了这样一条笔记 说本朝名臣大有巨内之风 远的事情不说 就说我们这一将的王阳明 王阳明是立功仗节 久死不回 却偏偏对夫人恭敬卑志 这条笔记的标题就叫做巨内 人家两口子感情好 但是你当事人的评论就叫做巨内 从这里你也能看出 王阳明和那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了 王阳明年轻的时候更惊世骇俗的 使他立志要做圣人 有一天 王阳明和他的同学在长安街上逛街 突然遇到了一个自称会看向的人 那人对王阳明说 我看了一下你的面相 你将来不可先量 你会一步一步地达到圣人的境界 结果呢 这番话让王阳明很受触动 回家之后 他还反复琢磨 并对着书境做沉思 过了一段时间 王阳明跑去问他老师 说 老师 您觉得这人间第一等诗是什么 他老师回答说 当然是读书做官 其实 老师的这层意思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说你要向你爸爸学习 结果王阳明回答说 恐怕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第一等诗应该是读书 学做圣贤 接下来 王阳明就开始了 自己做圣人的实践 做圣人从哪里开始呢 当年其实是有一套完整学问的 传统的成诸理学主张 君子要从修身开始 而修身靠格物置之 王阳明说 我既然要做圣人 就从格物开始吧 正好王阳明18岁的时候 祖父去世了 在为祖父守校的日子里 他开始了自己格物置之的事件 守校期间 王阳明不能四处闲逛了 所以他就想格点什么呢 正好祖父的后院里种了很多竹子 王阳明打算先格竹子 他还找了朋友一起来 希望能共同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 掌握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 两个人的起跑竟然有先有后 那位朋友抢了先 对着竹子冥思苦想 担惊结律 一连三天的时间 对着竹子发呆 结果一点是没有格出来 反而是劳神成绩 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王阳明认为 朋友的失败 只在于他精力不足 自己应当不至于如此 他确实比朋友身体好 顾不上吃 顾不上喝 竟然坚持了七天 然后才晕倒 但除了比朋友多受了四天罪之外 结果是一样的 这一对难兄难弟自怨自艾 感叹着要做圣贤 实在太耗费精力了 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精力 既然天分所限 索性不做圣贤也罢 所以 王阳明第一次要成为圣贤的故事 就是这样 从一个不靠谱的开始 到了一个失败的结束 再往后 王阳明稍微收了点心 开始读书 考科举 可是也没有想到 王阳明的科举之路 依然是从失败开始 王阳明是21岁的时候 参加了乡试 他才华出众 乡试自然不在话下 随后他去京城参加会试 但是没有想到 京城会试 王阳明落榜了 按说落榜也不算特别让人丧气的事 毕竟那个时候科举录取率太低了 有句话叫场中末论文 进了考场就别说什么文章水平了 能不能中还得看运气 但是 王阳明这次 不仅是考试没有考中 他还因此得罪人了 而且得罪的是非常重要的人 王阳明的父亲就中过状元 还做过礼部侍郎 二品官 所以 王阳明这次没考中 后来还是有不少达官显贵 都来安慰他 有一位客人格外重要 正是这一届会试的主考官李东阳 这个李东阳不得了 他可以说是比王阳明更神的神童 17岁就考中了进士 别说放在明代 就是放到中国整个科举史上 这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成绩了 当时人称行国愈合三百起 少年争说李东阳 李东阳少年得志 使徒一路顺风顺水 后来成为宰府重臣 死后示好文政 这是文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这一次 李东阳也来到了王阳明的家里 去看望这个落榜的少年 不过 咱也不知道李东阳当时什么心理 王阳明没考上 你不去安慰 反而还开他玩笑 李东阳就对王阳明说 你这么有才学 今年没有考中 三年之后 下一次一定能中 而且能中状元 不如此时此刻 你就当场写一篇 乃可状元富吧 可能李东阳自己作为天才 享受了太顺遂的人生旅途 很容易失去对失败者的同情 我们虽然无法确知 李东阳当时是出于什么心理 他对王阳明说这番话 出这个题目 到底是宽慰还是讥讽 反正咱们将心比心 反正我要是王阳明当时听了这个话 肯定不高兴 而且我本来心情就不好 现在大庭广众 这么多客人 你还让我命题作文 这个压力就更大了 你说我写还是不写呢 当然 王阳明倒是和我们不一样 心理素质就是好 你让我写 我就写 而且是文部加点 以马可待 当场就写好 可惜这篇文章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今天欣赏不到 到底这篇副是怎么做的 反正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 客人们读完这篇文章 那是交口称赞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篇文章一出来 恰恰给王阳明惹了祸 因为大家心里很自然 就会冒出下一个问题 这孩子文章写得这么好 怎么科举就没考上呢 是考试的人水平不行呢 还是判卷的人水平不行呢 这不就得罪主考官李东阳了吗 除了李东阳 别人也难免这么想 你王阳明落榜了 还这样高调 你小子如果真的中了状元 眼里哪还会有我呢 所以三年之后的下一届会是 王阳明果然遭到记恨者的压制 再一次落了榜 但是 王阳明到底是王阳明 一般的处事真言会 教育我们低调做人 顺应社会的游戏规则 但是王阳明的这一生 你会发现他永远是高调的 他的高调 甚至还不是为了反抗社会的游戏规则 只是因为 他对世俗意义上的成败利盾无所谓 因为王阳明这一次落地 还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自己没考中 身边也有同学没考中 结果那位同学以落地为耻 王阳明劝慰说 世人以不得地为耻 而我以不得地动心为耻 意思是 对于我来说 考得上考不上 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反过来说 因为考试失败而垂头丧气 甚至觉得没脸见人 这才是真正可耻的事 不过天才只能被打压一时 不能被打压一时 等到王阳明第三次考科举 就考中了 史书上写自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 当时的进士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 一甲就三个人 状元榜眼探花 相当于王阳明 是以全国第十名的成绩中的进士 朝廷给他的安排叫官政公部 到公部做一名实习生 这一年 王阳明只有28岁 他的官场之路正式开始 按说王阳明在官场的起步 是相当可疑的 实习结束 他就被任命为正六品的刑部主事 那会儿刑部下边分各个司 每个司一个郎中 相当于主管 还有一位原外郎 相当于副主管 再往下就是主事 这时王阳明只有29岁 不到30岁 在一个司里 除了第一第二你是最大的 出门你正六品 比县官还大两极 按世俗眼光看 王阳明在官场上的前途相当光明 但是到了31岁那年 王阳明辞职了 他辞职的理由 使他要回家养病 实际上 这更像是个托词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的内心迎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 为官三年 外人看来是前途无量 但王阳明自己 过得一点也不快乐 在王阳明的日常工作当中 占据主流的是 那些千篇一律的文案工作 这让王阳明感到煎熬 他感受不到工作带给他的意义 相反他更乐于去跟一些道士和尚聊天 每每跟这些人交流 他总能收获意外的认知和喜悦 可以想象 这个时段的王阳明 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心绪不宁的状态 他对他当下的选择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可 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 他就会去学习一些道家佛家的东西 并很热衷于去跟一些奇人异士打交道 某种程度上 也是想要和这个社会规则有一个抽离 这一段官场的经历 唯一让他感到有价值的事情 恐怕就是他刚刚入职的时候 在公部做实习生的时候 被派去为一位叫王阳的将军修建坟墓 在修完坟墓后 王阳将军的家人给王阳明赠送礼物 王阳明是一概不收 最后王阳家人拿出了王阳生前征战沙场所 佩戴的宝剑 王阳明才最终收下 我们今天看王阳明 儒家的代表人物 很容易把他想象成是一个文弱书生 实际上 王阳明自小就有驰骋沙场的情怀 所以对王阳明来说 这把宝剑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它不只是礼物 更意味着一种使命 而且就在那几年 明朝的边关确实是战事紧张 朝廷在紧锣密鼓地调兵前将 王阳明也怀着一颗报国之心 在京城沿袭兵书战策 不仅如此 28岁的王阳明以新科进士 公布实习生的身份 还向皇帝递交礼分 沉言编武书 将自己的军事见解 详详细细地沉说了一番 但是这封奏折上去之后 一点波澜都没有掀起来 我们都不知道 皇帝到底是看了还没有看 王阳明职场中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边 就在王阳明33岁的时候 公元1505年 明朝的红旨皇帝死了 他的儿子郑德皇帝继位 怎么形容这位郑德皇帝呢 有的皇帝喜欢权 有的皇帝喜欢钱 有的皇帝喜欢摆弄人心 有的皇帝喜欢风花雪月 这位郑德皇帝 人生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晚 这个皇帝 堪称混世魔王 举个例子 他建了个叫暴房的私人游乐场 表演猛兽摔跤 他还在京城 开设了许多商谱和妓院 供自己玩乐 皇帝爱玩 身边就会聚集一帮溜须拍马的人 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是太监 这个时候 大太监刘瑾 就诚实而起 刘瑾原来是 郑德皇帝当太子的时候 服侍他的普通宦官 以滑稽表演的天赋 受到郑德皇帝的喜爱 等到皇帝登基之后 就让刘瑾之长中古斯 掌管古月和各色滑稽戏 但是 刘瑾特别能讨皇帝开心 很快脱颖而出 一路升官 不仅做到了太监中的当权派 还做了禁军的指挥官 亦是权势熏天 不少官员上书皇帝 希望处理刘瑾等人 结果等来的 却是刘瑾一轮又一轮的残酷报复 有的官员甚至被活活打死 按说这样的朝廷大事 跟六品小官王阳明没直接关系 但王阳明媚心的正义感 再次喷布而出 他也写了 奏书向皇帝声名厉害 可以想到 这份奏书皇帝未必能看到 但必然会落在刘瑾手里 刘瑾报复王阳明的手段 叫做庭障 庭障 对于一位大臣来说 是肉体和尊严的双重折磨 当时有人记录过受庭障的过程 皇帝派遣宦官监视 一众朝臣在旁边要看着 圣旨宣读完毕之后 有人用麻布都将兽行的人兜住 自尖纪以下竖紧 还要绑住双腿 兽行者头脸贴地 尘土满口 而且王阳明这次受庭障 还享受了一个历史第一次 在此之前 挨庭障的大臣 虽然已经满受摧残 但是还保留了最后一点点的体面 他们是穿着裤子瘦的板子 但是这一次 刘瑾觉得不解恨 就向正德皇帝打小报告 现在天寒地冻 大臣们穿着厚厚的棉裤 庭障起不到诚挚效果 不如脱了裤子打 自此以后 庭障要脱了裤子再打 是打负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终于没有保住 王阳明就是第一批 被脱了裤子受庭障的大臣 刘瑾对王阳明的报复 还不算到此为止 随后 王阳明又被赶出京城 便去贵州农场 当了一名义城 明朝时期的贵州 非常贫穷 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一城是驿站的管理人员 是没有贫瘠的小力 今天说到王阳明的这段经历 首先想到的是龙场悟道 其实对于王阳明来说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悟道 最重要的是荒野求生 咱不能用今天的条件 去思考五百年前的古人 今天去贵州某地 比方说支教吧 条件可能艰苦一些 但至少公布 水电能做到村村通 但是当年王阳明在龙场 是个什么条件呢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王阳明当时写下的一篇文章 叫一缕文 文章讲了什么故事呢 这是王阳明经历的一件真事 一名不知姓名的立员 带着义子 以普途金龙场义 投诉在当地苗人家里 王阳明隔着篱笆望见三人 本想过去拜访 但正值天玩与诗 也就作罢 第二天一早 他派人通报 想要跟扁来的官员见个面 结果却扑了个空 三人已经匆匆上路了 将近中午传来了消息 说本地有一个 蜈蚣坡 坡下死了一位老人 身边有两人痛哭 等到了黄昏时分 又有人说 蜈蚣坡下已经死了两个人 现在只有一个人在那哭 到了第二天 又有人从蜈蚣坡来 说看到坡下 横着三具尸体 我们可以想 这三具尸体 就是那个官员 还有他的儿子和仆人 就在两天之内 这官员一行三人 就尽数死在这荒郊野岭 王阳明心下不忍 带上两名仆从 将三人安葬 并写下这篇生情并茂的记文 祭奠这三个萍水相逢的王明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的王阳明 很可能会觉得 这三个人的今天 就很可能就是他的明天 而且明天如果自己也死去 会不会还有人能够安葬自己 祭奠自己呢 好在王阳明的生命力极其强盛 他没有沉浸在这样悲伤的情绪当中太久 反而是开始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了 举个例子 王阳明 这个号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有一回 王阳明在山里逛 发现了一出洞穴 他觉得这个实在是遮风挡雨的好所在 于是带着蒲丛 开始了石洞改造开发的工程 整治床榻几岸 说咱们以后就住这儿了 他还给这个山洞定了一个名字 在他的家乡有一处杨明洞 他就给这里命名为杨明小洞天 王阳明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结果呢 蒲丛们发现 这石洞这好那好 只有一点让人担心 就是怕冬天洞里太冷 没有足够的棉衣过冬 王阳明倒是很乐观 还跟人解释 放心吧 冬天洋气会在洞里封闭不散 所以洞内的冬天反而很有暖意 结果到了冬天 哪有什么洋气聚集 冷得不行 王阳明只能又搬出来 好在这段日子里 王阳明和当地少数民族亲近了起来 在他们的帮助下 终于建起了像样的房子 虽然咱们能想象 那些房子应该也很简陋 但是王阳明自己很乐观 还给各处的房子起了响亮的名字 龙刚书院 滴阳堂 何鲁轩 君子庭 万一窝 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与其是学习王阳明这段农场悟道的经历 实际上 王阳明这段荒野求生的经历 可能对我们更有启发 好在这段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几年后 刘锦失事 被正德皇帝处死 王阳明又能重新作官 他从县令开始 做到了南京太普寺少卿 正四品官员 品级也不小了 而且太普寺是管马的 马在当时时关军事命脉 那你说 王阳明是可以真的施展 自己在军事上的报复吗 实际上并没有 一来王阳明做的这个官 是南京太普寺 这只是北京的辈分 北京那个才是实际意义上的马正衙门 二来 明代宦官机构设有御马间 方便皇帝能绕开政府调配物资 北京太普寺的职权都被严重侵夺了 所以 王阳明这个南京太普寺的职位 完全就是没有活干 直到几年后 王阳明被任命为幼谦多余史 负责江西一带的治安问题 江西匪患很严重 严重到可以与官军分庭抗礼 由于匪徒在官府里有内应 此前几任官员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 朝廷派王阳明上场了 其实这个命令很奇怪 因为此前的王阳明 虽然一直努力沿袭军事 可是毕竟没有真的岗位经验 朝廷上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朝廷派王阳明去评论 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甚至我们稍微阴谋论一下 能够想到另外一个角度 很可能朝中还有王阳明的仇人 有人想借刀杀人 置王阳明于死地 好在王阳明从小学习兵法 现在还有心血加持 于是他到了当地之后 先是假传命令 说自己不久后要出兵剿匪 然后派手下人监视 如果有哪位在当差的人私自外出 大概率他就是内应 相当于先来了一个间谍战 但是王阳明却没有处决 这些漏了马脚的人 而是找他们谈话 展开了攻心战 先讲朝廷剿匪的决心很大 抓住后果很严重 再讲妻儿老小 戳中他们最柔软的肋骨 很快这些人便请求王阳明 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 王阳明认为他们的本心为民 给了他们将功补过的机会 最终利用他们成功搅出了匪患 这还仅仅是王阳明 在现实中的一次小事牛刀 他更大的战功 是几年后 平定了宁王朱晨豪的叛乱 1519年 宁王朱晨豪在南昌骑兵叛乱 叛军有十余万人 气势汹汹 而王阳明手上只有两万左右民兵 而且事发突然 各地的援军一尸赶不过来 这个时候的情况 可是说是相当的危机 王阳明再次展开攻心计 他先是伪造了一张席文 说朝廷已经派遣各地官吏 集结了16万大军 要求各地州县 必须做好准备 协助平叛 然后 他派一些密探 故意将习文泄露出去 宁王知道后 一时犹豫起来 军事行动就暂停了 结果他就错过了战争最佳的窗口期 同时 王阳明还实施反戒计 他给朱晨豪的两位官舰 将领起了假密信 扰乱了叛军的进军计划 而王阳明这边 一边尽快集结兵力 一边发布告文 逼迫反叛者 只要放下武器 就可以网开一面 等到决战时刻到来 叛军内部迅速分崩离析 一战击溃 最终 王阳明只用了35天 就平定了这一场 声势浩大的叛乱 今天我们看 这绝对是王阳明一生当中的 高光时刻 但是在当时 王阳明的这场仗 其实并不是一场好事 王阳明的这场胜仗 却胜得很尴尬 尴尬在哪呢 就尴尬在这位郑德皇帝 宁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城 郑德皇帝的反应 既不是大惊失色 也不是痛心疾首 而是兴奋 朕终于有机会御驾亲征了 郑德皇帝确实是个一类 他没有以皇帝的身份预驾亲征 而是给自己建了个小号 伪造了一个身份 叫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阵国公诸寿 然后自己以皇帝的身份 给大将军诸寿那个自己下旨 即可带兵 南下讨伐叛军 你看 自己跟自己都快玩出精神分裂了 可是就在北边这位郑德皇帝 玩得这么欢的时候 就在他以大将军诸寿这个马甲 带着大军离开北京的几天后 王阳明的捷报就送到了京城 这个时候皇帝就非常尴尬了 一场激动人心的游戏即将开始 但是怎么能够让胜利轻易败坏了性质呢 郑德皇帝的反应不是评判了很开心 天下又重获安宁 而是将捷报瞒住 继续挥军南下 郑德皇帝还找了个理由 即便宁王已被擒获 但与党尚未肃清 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小觑 再者 王阳明越权行事 行迹甚是可疑 焉知他不是宁王的同谋 只因看到宁王出师不力 这才反咬一口 落井下石 所以 这个威武大将军阵国公一边继续进军 一边下令 要王阳明重新上报 平定陈豪之乱的报告 这时候的王阳明倒也失去 他看出了皇帝的玩心 他也准备给皇帝一个台阶 王阳明又认认真真的写了一份报告 开头编一本正经的称 皇帝为大将军 说大将军对陈豪之乱早有预见 安排 才让盼万这么快就被平定下去 而且皇帝身边那些亲戚 王阳明也是给足了面子 说他们积极投入战士 英勇杀敌 这些才是真正的忠臣 他们才是平盘中的第一等功臣 有了这封识趣的奏书 郑德皇帝终于师出有名 连忙在南京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受复仪式 而且他还在文武百官的见证之下 亲自顶亏冠甲和宁王熬战一番 最终是在形式上把这个平盼和抓住匪首的功劳都归功了自己 王阳明一生当中最大的一场胜利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闹剧作为了结尾 怎么评价王阳明的一生呢 细看王阳明的一生 你才会发现 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是一个开了挂的顺风顺水的一个人 他这一生是无数的格格不入拼凑起来的 这不只是王阳明一个人的困扰 也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困扰 古书中鲜咸描绘的理想蓝图 在现实中竟然是无法实现的 他们有的人苦苦执着于成诸理学的传统路子 但或是碰得头破血流 郁郁而终 或是有些人索性放弃观止 归隐田园 但心中总有不甘 或是有的人了却了希望 堕入空门 但难以割舍在陈凡中的很多关系 也放不下自己的这一腔热血 这些满腹经纶 满腔热血的明代读书人 迫切需要一种新思想来安顿他们的心灵 就在这时 王阳明才拿出了自己的精神药方 这就是他的阳明心血 所以 与其说这个心血是一个顺应时代的成功学 不如说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给一群格格不入的人 保持心中理想的一张药方而已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